報告委員會現在進行個人質詢、內政組織質詢 現在請陳怡傑委員質詢,詢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蘇院長 院長早,我們今天同婚的轉法其實已經禁負二讀了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大家外界都質疑,這有可能是民進黨害怕夜長夢多 所以乾脆趕快速戰速決,清理戰場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嗎? 貴院審議的如何運作,我們都完全尊重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質疑? 因為5月24號其實才是大法官市縣期的這個期限,那說真的也還有兩個多月 所以大家覺得說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在委員會、立法院可以有好好討論的這個理性空間 所以禁負二讀的話,甚至可以懷疑行政院有可能是想要退卸責任 甚至是便宜行事的這個態度 那這裡你要不要做一個澄清,還是一樣苟同大家外界的一個看法 行政院依據大法官會議的解釋,以及公投的結果 我們如期送到大院,我們尊重大院的議事審議 如何運作,我們都尊重 院長,我覺得這個尊重,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寬廣的一個名詞 就是相對的非常的空虛喔 我想要提醒的是,過去一曆一修年金改革 其實很多暴衝式的這種一個的修法 其實都造成外界很大的一個後遺症 那所以如果現在正院版的同婚專法 看起來外界認為是這樣的一意孤行 那包括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配套措施細節上 其實大家都還可以更理性的討論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應該要說一個說明呢? 這是行政院尊重民意,民意公投的結果 說不能修民法,我們沒有修民法 民法婚姻夫妻的規定,完整不動 公投的結果說要訂定專法,我們訂定專法 所以訂定專法草案,送請貴宴省議 所以絕對不是便宜行事,或者只是單純想要清理戰場 認為說就是投過身就過這種一種想法 或者任何的政治考量,有沒有任何政治選舉的考量 完全不是任何的政治選舉考量 我們都認為性傾向是異性戀同性戀都尊重 而性傾向怎麼樣子贊成反對 這都同一國都同樣生存在這個土地上 在這個天地間,我們都應該互相尊重 行政院的態度就是認為我們應該歡紅的來接受不同 我們應該尊重彼此 讓台灣是一個彼此尊重,互相寬容的國家 對,院長其實我非常贊同,如何維護所謂同婚的權益 這個部分如何保障,我覺得是相對重要的 當然也是尊重整個公投的結果 但是呢比較可疑,當然剛剛院長說 這個完全這樣的一個清理戰場 也不是這樣的做法,也不是為任何的選舉考量 甚至行政院號稱這是亞洲第一部的同婚專法 可是呢,大家看到我們用的這個好像是在玩文字遊戲一樣 是要用司法院制製第748號解釋施刑法 甚至造成的好像是另外一種對立 因為呢,贊成了說這是去死吧的法案 反對說這是氣死了的法案 那反而看起來不是相對的對話 而是另外的一種分裂 或者是另外一種對抗,而不是對話 那這個部分呢,行政院就答答他說 欸,我跟你講我是第一部,亞洲第一部的同婚專法喔 可是呢,弄得好像是油爆琵琶般遮滅 感覺是有一點遮遮掩掩 而是玩一點點所謂的文字遊戲的這個蹊跷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光榮嗎 完全不是這樣,是因為我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等同憲法的效力 大法官解釋明擺規定 這同性子卑的兩人 婚姻自由,因素,平等保護 所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等同憲法的效力 行政院必須尊重 因此這一個草案 就是尊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也就是司法院四次第七四八號解釋 對,那這就是我想問你 就是說一般人來說 其實你就說是同婚專法 那大家認為你在玩文字遊戲之外 另外一個大家覺得比較可疑就是說 那如果假設我們今天就這樣開了一個惡例 開了這一項 那未來在六法全書上面會不會就充施者 比如說司法院四次第XXX號解釋施刑法 會不會到最後反得生動的民眾一頭霧水 未來會不會,你開了這些例 未來會不會就是這樣子做了 委員,立法要怎麼立 是貴院的職權 這個我們都尊重貴院 未來會有怎麼樣的立法 這個尊重貴院也是貴院的職權 貴院未來會立什麼法 我們行政院不宜批評智慧 院長我只希望說 我覺得啦 不要選 以外界來看我們覺得有點玩文字遊戲 甚至逃避 所以要如何 就是我再重申一次 尊重公投的結果 而是排除任何的選舉考量 政治考量 我覺得這來對 來與同婚的這個專法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喔